2023年即將完結 藉著今集我想幫自己做一個投資總結 並且為2024年提出一個概括的看法 今年大家看看投資成績如何 有沒有中帳呢? 只要由年初至今有關注我的觀眾 都應該對我今年的投資成績略有概念 港股16張沽期指平均每張獲利3700點 導致8張沽期平均每張帳面虧損2400點 如果只是單純計算坐倉的本金 今年的淨利仍然增長37% 看上來不多 我相信已經對比很多基金來講 我一個的投資成績已經是眼紅到夢寐以求 因為今年整個投資市場 超過七成的基金都要以虧損告終 而且大部分的死值 都是因為投資了中概股而導致嚴重虧損 即使年底最後兩個月力托高美股 也都難以彌補當中的損失 在分享我對2024年的看法前 讓我先去跟大家回顧一下2023年的行動 今年年初很多人都對港股寄予厚望 當時很多媒體和投資KOL 都將行指的目標定到26,000、28,000 有多少人在當時因為這個市場聲音 比喻你一個無限憧憬 然後將自己的財富白白送上呢 不是多 而是很多 至於我從2022年的12月開始 一直分家段部署港股旗子淡倉 同樣地一直都有很多反對聲音 很多的謾罵性 一年前我的節目提及過不做淡也好 至少減少投資買賣也可能是一種好的選擇 現在馬俄胖回來回顧 而我當初說的又是一種具有前瞻性的預測 結果是當日你送不送都不要緊 因為今天我已經贏了 事實也跟你無關 因為因和果都已經反映在自己身上 自己已經承受了自己的抉擇 今年我的影片用了很多集數 跟大家去分享我在投資上的心態 正如較早前去世的著名投資者Manga 都曾提出大部分人投資失敗的原因 就是欠缺耐性的等待結果出現 可能對於坐在前面的你會覺得 我又不是什麼投資名人 憑什麼要聽我說呢 的確我不是 我也不需要追求這個虛限 因為我的目的就只是要賺錢而已 前前後後花了14年的時間 坐到今天的位置 有錢人我算不上 但也不至於窮到每天要為賺兩餐而虎老 14年在投資現場的時間 我領不得最深的 不是入市播種的時機 而是要怎樣去收割 因為賺到的錢不代表你的錢 平座倉前後把錢真正拿出來 那這些才算真正變成屬於自己的錢 曾經有位做生意的前輩跟我分享過 投資都只不過是一盤生意 有買就要有賣 一切都只是一場deal 交易完成就要將賺到的錢 變成屬於自己的東西 你可以拿來買自己喜歡的東西 可以拿來去旅行 拿來吃喝玩樂 也可以拿來為下一場的交易做準備 但有一個原則必須要忠受 就是不要讓自己倒退 因為倒退的人只會是Loser 但要成為未來的Winner 需要的不是逐步向前走 而人家必須要跳躍式地向前跑 因為未來環境的重化是不會讓你慢慢來的 所以我們更加需要在思維和智慧上升華 你可能會問這些有關投資什麼事呢 怎會不關事呢 投資市場的大戶手法同樣會因應時代不同 而又有一個跳躍式的上升 難度只會越來越高 二十多年前大戶的部署上 可能還是要依靠著正股來賺錢 二十多年後的今天 大戶已經可以完全憑衍生工具來獲利 再過二十年後會變成怎樣呢 我就不知道了 但如果你今天還只懂得買正股 而不懂得使用期指期券的Codeboot 基本上已經正被市場淘汰 就等於今年 你以為大戶今年要輸錢嗎 但我可以告訴你 今年大戶由年初已經一直是做淡期指 一直在增加沽空 股票持倉比賴一直在減 大戶就是一直在收割市場 一共我是由年初一直提及的東西 而2024年 不要太早覺得投資市場有機會 我對2024年的看法是會比2023年更差 當然對有些人來說反而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對我來說 2024年我會維持一個高的現金流比例 而且焦點不再放在港股 而是美股 不過我要停一停來 我轉而展場到美股 不是說我要去買美股 正好相反是集中沽美股 因為大戶的收割路線 已經是中一步由外收向來 也就是好像港股的市場 大戶的部署已經走向中心 也就是代表環球即將出現更大的洗牌 全球資金在戰亂和貿易制裁下 可以投資的地方減少 有些被動基金的資金 只能被迫買入美股 成為大戶美股韭菜的目標 或者你會有個疑問 美國經濟很好 見不到什麼問題 但我反問 有哪一次問題爆發前是記得到問題的呢? 如果2024年美股 歐洲股市 日本股市下跌 港股會怎樣呢? 真的能夠東升西過嗎? 可能真的是一個財富大專員的機會 不過在機會來之前 已經失去購買力 這個機會還是不是屬於你呢? 這就是來給你聰明的來思考 我是Roken 祝大家2024年活得更精彩